骇人听闻 我国北京居然驻扎着一支外国军队 时间长达40年之久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 我国已经追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脚步 如今更是不逊色于美国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二个经济体 尽管如此 还有一支外国部队赖在我国不走 这多少让人感到非常费解 这支部队是哪一个国家的 为什么他们敢赖在我国长达40多年 还不愿意离开 其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晚清王朝由于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 使得中华隔绝于世界文明之外 18世纪开始 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殖民潮 其中以英国最为猖獗 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 英国凭借尖船力炮将清兵打得无力还手 在英国人的枪炮威逼下 清廷只得答应签署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租界开始在我国出现 英国人可谓开了一个头 并且还派出军队驻扎 强行在我国领土上制造别样的风景 这些外国士兵们在租界里当差 并且经常走出租界 在街市上横行霸道 欺负百姓 而当地的清朝政府人员却不敢对英国人叫板 英国人尝到甜头之后 法国人 德国人 美国人等也坐不住了 开始对我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侵略 清朝无一例外全都战败 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 只能答应列强的要求 割让更多的土地给他们 这反而助长了列强们想要吞噬我国领土的野心 八国联军攻入我国北京之后 街道上满是各国的士兵 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在我国街道上 并且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这是中华民族最为悲催 最为屈辱的一段岁月 无数的人民奋起反抗 他们不怕牺牲 心中盼望着有朝一日祖国能够强大 民国时期 我国更是陷入到各种势力的掌控之中 国内军阀势力和外国势力进行勾结 在当时的上海 经常能够看到数不清的外国士兵 他们在街道上调戏良家妇女 并且进出餐馆式设账 对我国百姓们拳打脚踢 只因为他们是列强 知道无人敢报复他们 就这样 我国各省人民饱受了洋大人们的霸凌 1949年10月1日 毛伟人振臂一呼 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神州大地沸腾了 这象征着我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时候到来了 也到了该和外国军队们算算账 请他们离开我国的时候 我党在血与火的斗争岁月中 领略了真理旨在枪炮声这铁翼般的教训 于是建国之后 我国仍然把国防军事作为重要的建设领域 有道是落后就要挨打 要想不被欺负 就要有威慑他国的国防实力 随着我国在朝韩战争上完败美国 使得很多西方国家为此阵战 很快我国便取消了曾经在我国领土上的各种外国租界 并且驱逐了很多列强的军队 以彰显我国的领土主权 随着我国国防军事领域的发展 很快我国军队的实力飞升海内外 并且让曾经看遍我们的西方国家 无不感到震撼 然而 尽管我国取消了很多租界 并且驱赶了很多国家的军队 但后来我国却因为和美国建交 美国派出一支军队非常棘手 也是我国几十年来都请不走的一支 这就是驻扎在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美军队伍 五十年代的时候 苏联与我国的关系一度非常友好 中苏还有过一段蜜月期 然而好景不长 苏联在赫鲁晓夫当政时 就选择与我国闹崩 并且两国之间矛盾一步步扩大 六十年代时 我国内忧外患 国内连年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致使人民生活困难 并且国际上对我国也极不友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针对我国 对我国进行各种经济上的封锁 苏联也开始制裁我国 并且动不动就派兵来侵扰我国的领土 1969年 在中苏贞宝岛战役之后 我国也不得不提防苏联 并且寻求一个国际大国的支援 当时美国迫于冷战形势 开始意识要和我国改善关系 于是就在1972年 尼克松访华之后 中美之间开始兵事前嫌 建立了正式的邦交关系 不过美国人却提出了不一般的条件 称按照美国之前的惯例 每当和一个国家建交时 就要在该国大使馆派驻军队 并且声称派出军队 是为了维护大使馆的安保 美方的条件使得我国非常不满 我国代表称 其他国家在我国建立大使馆时 都答应由我国派出警卫人员进行安保 为什么美国偏偏要反客为主 这么一来不觉得宣宾夺主吗 而且我国领土上有其他军队驻扎 这不明摆着无视我国领土主权吗 然而当时的国际形势 不得不让我国领导人思量中美的未来 中美之间很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并且鄙视苏联一直对我国虎视眈眈 有美国和我国发展关系 还能威慑一下苏联 让他们有所忌惮 考虑到我国的安全 也为了中美之间能够有稳定的和平交流 同时我国也考虑到 美国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存在 经过我国领导人们多次的协商讨论 最终我国让步 允许美国派出军队 但是我国对美方发言称 答应美方可以派出军队 但是一切需听从我国的安排 美方在驻军人数上不得超过50人 考虑到过去列强士兵在我国横行霸道的历史 我国也在谈判中正告美国 如果美军士兵要外出 那就必须脱下美国制服 并且不准持枪 只能在大使馆范围内携带 这是我国最基本的底线了 美方觉得我国的要求不为过 我国的条件合情合理 随即中美达成了共识 美方打算派出了48人来 充当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安保队伍 进驻到我国北京 就在这支队伍进驻我国北京的过程中 却发生了一系列让我国始料未及的事情 1973年7月1日这一天 美国派出了一支来自海军陆战队 总计48人的队伍飞敌北京 当天正式驻华大使馆开馆的日子 为此还举行了专门的开馆仪式 然而美军却违反了与我国的约定 所有士兵在换上军装出席典礼时 他们的胸前还佩戴着 在朝韩战争和越南战争中 荣获的勋章殊荣 这无疑是一种挑衅 我国在场的工作人员对此十分不悦 在此之前 为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我国代表还提醒美军士兵出席典礼时 不要着军装 以便带来不必要的误会 当时美方代表说一定按照约定 然而正式典礼上 却出现了这么尴尬的一幕 然而迫于场合 仪式只能进行 事后 这个消息传到我国高层 随即我国代表向美方表达了强烈的谴责 认为美方不守承诺 就在我方提出抗议的时候 驻华美军安保部队又传出了一件 挑战我国底线的事件 由于是初来乍到的缘故 美军士兵就在所居住的公寓内 当晚开启了派对 当时我国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时间长了 这些美国士兵竟然将公寓当成了酒吧 不断组织酒会 并且夜夜歌舞升平 并且还邀请在京的其他外国人来参加 甚至还醉酒闹事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 美国士兵甚至会趁着酒进 还跑到外面的街道上去闹事 破坏当地治安 引来了很多居民的投诉 尽管美国士兵在军纪上非常散漫 而且在其他国家经常会闹出一些事情 这在日韩驻军中可以说是非常常见 然而 这是在我国 士兵玩物丧志 影响世荣世贸的作为 很快引起了我国高层的关注 我国领导人随即下令 无论如何要制止他们的行径 不能让其继续发展下去 于是我国代表很快督促 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相关负责人 尽快将这些木无军纪的士兵们撤走 调一批新的有组织 有纪律的士兵来助手 美方士兵在中国丢人的事情 引起了美国当局的重视 于是基辛格负责来划协商这件事情 周总理和基辛格就这件事情开始了谈判 基辛格表示 当下尼克松因为一系列事情 已经在美国备受争议 而且一旦撤军 这会给美国政坛的强硬派找来理由 称尼克松过分迁救我国 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 因为中美之间关系的改善 尼克松一直受到强硬派的围攻 如果中方强硬要求撤军 美方也没有办法 但会从此影响到尼克松的话语权 不利于中美之后的发展 基辛格和尼克松当年冒着压力 倡导和我国发展关系 也为中美之间关系的破兵做出了贡献 但在美国有很多人巴不得中美继续冲突 周总理将基辛格的意思传达到中央 经过深思熟虑 我国还是打算让步 同意美军继续留下这几十个士兵 不过我国也对此要求美方 在我国境内行动 必须听从我国的管理 为此美军必须服从我国立下的四条规定 一 美方士兵可以在我国境内出行自由 但绝不能以海军陆战队的名义组织各种聚会 更不能以军人身份参与任何聚会 二 美方士兵在大使馆内可以随便穿正式的军装 但是一旦出了大使馆 就必须要穿正装 三 美方士兵一旦走出大使馆 就是普通人的身份 绝对不可以携带任何武器 四 美国驻华大使馆安保部队人数控制在50人以下 日常工作仅仅限于保卫 美方不得要求他们进行保卫工作之外的任务 我国代表向美方转达了我国的四条要求 一时间美方非常不满 甚至提出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由 然而在这件事情上 我国态度强硬 使得美国不得不答应 这四条规定 一开始美方士兵们还能遵守 并且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再发生什么波澜 然而随着中美之间关系的改善 一些美国士兵觉得两国之间关系会朝着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的方向发展 他们开始越来越放肆 后来又发生了一次邀约别国有人开战类球比赛的事情 我国也很快向美国提出抗议 以非常强硬的姿态要求美方将他们遣送回国 然而经过中美的再一次协商 这些士兵美方再一次将他们派往北京 不过此时我国强硬地表示 美方士兵如果再犯 我国也绝不姑息地将要求美方将他们遣送回国 事实今日在我国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内 仍然还有一系列美国士兵 不过在我国严格的要求 聚众和闹事的情况得到了改善 而且他们人数也才48人 并不能够对我国造成多大的威胁 而且美方也开始严令要求士兵们守规矩 为了看好他们 我国还是派了军队在大使馆外围巡逻 这样一来也能形成制衡的作用 毕竟美国目前的力量不容忽视 如果我国执意要让美方撤回部队 那只会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 为此允许他们留在我国 但必须严格管理起来 这也是我国的外交策略吧 我国从百年前的屈辱 走到如今的强盛 是非常不容易的 今日的中国将朝着繁荣富强的道路发展 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 我国也本着和平外交的立场 能让一步就让一步 但是在一些原则的问题上 我国永远不会让步 我国永远不会让一步